哈喽大家今天的节目来分享一下我的自用包袋啊 之前一直在用的是Gucci的一个算作购物袋 是一个长口包 然后会有两个提手并没有肩带 我个人还是蛮习惯这样的使用方式的 并不习惯一个肩带去束缚自己 拎在手上的包袋反而让自己有一种掌控的感觉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同感 那个包用了至少也是有三四年的时间了 算是立下了汉马功劳了 最近机缘巧合 遇到了她 我觉得可以换一换了 可以让她服役一段时间 Celine的笑脸包 这是蛮特别的一个图案 基本上在市场上不太容易遇得到 所以像这样特别的图案的话 基本上是可遇不可求了 匹配的好才算是可遇不可求 如果像这样 我会觉得它会偏亮了一些 对于我来说 但是这样也有好处 就是如果它是更暗的颜色的话 有可能只能秋冬季节使用 偏亮一些 那春夏季如果想要用也没有关系 尤其哈尔滨这个地方 夏季的时长的确不像别的地方那么长 经常听我聊爱马仕 其实我个人远没有到可以使用爱马仕的地步 所以会有很多被种草的这种感觉 比如说我心心念念的那个HAC32到现在为止依然是自己的一个梦想了 遇到这个包之后会觉得它和HAC有异曲同工之妙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也是一个偏硬朗风格的 整个包面如果算中间的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看上去和HAC的这种设计非常接近 尤其把两边的这个叫做小耳朵的地方拉出来之后呢 和HAC在使用过程中的状态还是比较接近的 当然了整体的比例啊 或者是手柄的长度不太一样 其实我自己真正长时间的使用一款包 这样的机会并不是特别多啊 之前的Gucci的话也是用了很长时间 那因为它是一个我喜欢的长口包 那它的颜色呢会偏暗淡一些 太太说和我的气质并不是很相符啊 也是鼓励我用这种比较亮的颜色 第二呢会觉得它本身是一个软的包型 它并不是像我喜欢的HAC32那样的偏硬朗的包型 包型本身也是硬的 第三呢Gucci会有个硬伤 它没有底钉 在我需要用双手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把它放在地上啊 这个时候就会有点手忙脚乱 用了几天笑脸包之后 会觉得有底钉真的太方便了 我非常喜欢有底钉的包袋这样的设计 很喜欢它并不是说它没有缺点啊 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笑脸包的优缺点 首先呢它是比较偏硬朗的风格的 所以呢男生用起来相信也没有太大的压力 我个人会觉得连习惯了 也不觉得好像很突兀 图案颜色是一方面 那它本身的造型我个人还是满意的 第二呢就是品质很高了 这毕竟是Celine当年非常有诚意的一款作品啊 在当时也是非常的火爆 同时它的工价也并不算低 在当年有2万多的价格到现在当然好很多了啊 如果大家因为今天的视频而种草的话 也可以搜一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搭配 使用起来的优点刚才有聊过了 它是有底钉的非常方便啊 第二它是我喜欢的长口包 拿取东西放置东西都非常方便 同时我给它搭配了内胆包 使用起来呢也更放心 同时呢所有的物品都归类在自己熟悉的地方 聊完优点之后呢也聊一下负面的一些感受 比如说它这个包呢是有点偏深的 所以呢即便是有内胆包 内胆包的侧带也都非常深 像我经常会放小零钱包 零钱包本身并不大 放在这个袋子里面呢 一直处于这个袋子底部的位置 有的时候想要拿出来的时候 还要翻找一下看是在具体在哪个位置 如果非要算缺点的话 这个图案偏亮可能也算做一个缺点 蓝色红色和包身黑色的框架进行这样的搭配 如果是纯黑色或者是保守一点 比如说灰色这样的颜色的话 看起来会经典一些 并不会像它一样感觉 必须要搭配一下才能拿得出去 在给它搭配内胆包的时候 发现因为它已经不流行了 它并不是时下著名的包型了 所以呢内胆包啊 我喜欢的那个品牌都没有在做了 没有办法 只能在某宝上随便找了一家啊 那我觉得品质也就一般般啊能用 它的裸包的重量达到了1.21公斤 这个重量要比柏金35的重量还要再重一些啊 比比较重的柏金35还要再重一点点 所以它自重呢是不容小觑的 尤其我还给它加上了内胆包 然后再放置自己常用的一些 像手机啊电子书这些电子产品的话 它整体的重量就会更重了 应该要超过2公斤 甚至要接近2.5公斤了 但是重量其实对于我来说并不是一个大问题啊 如果大家想要选择的话 一定要考虑到这一点接下来的一点小问题呢 就是它本身好像有着各种不平衡 比如说从侧面来看的话 它的手柄一直是向后的 我已经给它矫正过几次了 比如说让它靠在沙发上面 但是矫正的效果啊 或者是时间不够长 所以效果并不是特别好 这个包的背面从底部延伸上来 不知道为什么要让它比前面的这块皮革多了这样的一块 不太理解它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所以这也带来了某种意义上的不平衡 接着呢就是从正面来看的话 这边是拉链头的部分 这边是拉链的尾端 正常情况下它都是处于这样的状态 也就是左边会拉伸出来啊 对于大家来说应该是右边啊 这边呢就会相对的向内收一些 所以这边是弧形的 但是这边呢又会尖尖的 这也带来了某种意义上的不平衡 所以这是它设计上的问题 它只要放在那 它就是一个不平衡的状态 如果是拎起来的话会相对的好一点点 笑脸包刚刚出现的时候 很多明星大腕都会在用这样的一款包 好像一下子带火了 如果那个时候大家对它有印象的话 特别喜欢特别想入 又因为价格太高而不敢入的话 现在你还会选择入手这样的一只包吗 它现在的价格基本上是当时工价的一折到两折 可能根据成色呀或者是拼搭的方式不同 而有所不同 最近和朋友在聊天的时候 他看到了一个新包啊 当然了新包价格都会非常高 我告诉他当你不喜欢的时候 它的价格就下来了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买包的哲学呢 大家会在什么情况下购买自己最喜欢的那个包 是刚刚出现的时候 还是过了几年仍然喜欢 而在那个时候入手呢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这真的是自己为数不多的 真正去用过一个包之后的感受 如果大家也有这样的一款包的话 也可以跟我聊一聊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